我们基本中理财曾经和大家分享、讨论或似大类保险的局限性,也聊过医疗险能不能代替重疾险,也说过重疾险约定重疾定义并不等同于临床确诊该疾病的诊断标准,相较之下,重疾险的约定重疾定义比临床更为苛刻,于是有人在后台跟我们说,既然如此,能不能用定期受险代替重疾险呢? 比如说定期受险代替定期重疾险,终身受险代替终身重疾,给出的理由是,因为从保费之处来看,单纯的受险责任,保费之处比重疾保费更为低廉,而且涵盖重疾,以外,促此深固,终极定义那么苛刻,反正,人总有意思,还不如有限保费投入提高在值期间保额。 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哈,值得深入讨讨一下,从我们七分钟理财保险,不全市场调研来看,全市场性价比不错的一款定期受险,保额每年不变。 30岁男性,保额50万,保障正60周岁,年交保费1015元,需要交30年,而同样是性价比很高的定期重疾险。 30岁男性,重疾保额50万,行政额外赔付12.5万,保障正60周岁,同样是30年交,年交保费需要2190元,两者保费差距一倍多,如果定期受险代替定期重疾,保费减少一般有余,看起来相当不错。 但是,我们必须告诉大家的是,重疾险阅病的重疾定义,并不是得了就肯定100%会死。 比如重疾险阅病重疾的双耳痴明,双耳失聪,轻正责任中,白格基体缺失,甚至于临床上治愈率非常高的甲状险癌,都重不至死,既然不会死,那么单纯保障身故和全裁地定期受险,就不会赔。 那么一旦出现重不至死情况,还没还清的贷款怎么办? 因为双耳失聪,双眼失明,不是和当前工作岗位,而带来工作收入点少,收入损失的这部分,谁来弥补,孩子的学费怎么办? 配傲的生活支出怎么办? 毕竟人为此时,定期受险都不能给我们转嫁风险。 有人说,假装线癌在癌症中算特例,临床治愈率很高的,好吧,咱们不说特例。 临床上,判断恶性肿瘤的效果,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五年生存率。 五年生存率,及癌症经过各种方法之后,存活五年的比例。 因为恶性肿瘤,经过后,可能出现转移核复发,也可能因肿瘤进入短期而去世。 转移核复发大多发生在根治数后三年之内,越占百分之八十,少部分发生在根治后五年之内,越占百分之十。 随着医疗的发展,五年存活率也越来越高,一八年六月,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,随着中国医疗质量和诊疗能力的提升, 恶性肿瘤五年生存率已从十年前的百分之三十点九,提升到百分之四十点五。 其中上升较为显著的有,子宫性癌,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一,上升至百分之七十二点八。 甲状性癌,有百分之六十七点五,上升至百分之八十四点三。 宫性癌,有百分之四十五点四,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九点八。 股肿瘤,有百分之十七点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六点五。 股肿瘤,有百分之二十点九,上升至百分之三十点三。 某些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已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。 除股肿瘤,美国同期仅为百分之二十。 换句话说,如果得了恶性肿瘤,又接近百分之四十几率能活五年。 如果,没有重疾险而今又定期受险,那么家庭能承担这五年的份和有可能存在的放贷断供。 贴费无法缴纳,鲜水断牙是下跌的风险吗? 前一阵子,不是据有新闻报道,工作二十四年的游先生,一朝换癌,月薪从二点五万断牙是下跌至一千二百元。 而药费有多贵呢? 前美国总统卡特,黑色素流已从肝脏转移至脑部。 然而其服用的新抗癌药物PB1抗体剔除的商品名,至于五年十二月,六号脑部癌细胞已消失。 但是,疗效显著同时,价格也是成正比的。 在美国,资料物一年费用是十五万美金,按目前的混率计算,也要一百万人民币。 该要在香港上市后,每月费用五点八万港币,一年费用算下来,也要花六十万人民币。 今年七月二十五日,该要获得国家要兼聚批准,正式进入国内市场,价格会多贵? 不知道,但也一定不便宜。 房价怎么高,还贷压力这么大,二胎政策又放开,孩子尚未独立,一旦得了重疾,生不起,活不起,还不了贷,并不起,如果决策错误。 当这些风险来临时,又该如何转向呢? 理财,在刚性医疗费用支出面前,不说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会发生变化,就说市场震道,也难以保证,年年都有百分之十的年化收益。 百万医疗险,可能今年换完,明年就聚保了,还贷怎么办,学费怎么办,这些都是问题。 定期受险,都说了死亡杂贵陪,难道说要放弃,还是说先接亲朋好友的钱,等死亡后,再还钱,万一保障期到了,没死杂败,购买保险,不是一排脑门的事儿,购买,或做决策,需三思而套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